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点明了表态支持贺锦丽 但是民主党内的大佬包含像是欧巴马还有裴洛西 都没有立即公开表达对贺锦丽的支持 但是时隔一天现在看到裴洛西的态度松动 那么裴洛西今天已经在社群媒体X上面平台贴文 贴出她和贺锦丽的合照 说对于她的未来无比的自豪和无限的乐观 她支持贺锦丽角逐美国总统 有完全的信心贺锦丽可以带领大家赢得11月份的大选 那至于贺锦丽会选谁当来副手呢 根据知情人士表示说现在已经开始物色 使副手人选有多达10位之多 而本周结束之前这个人选答案就有可能出路 美国总统拜登退选后副总统贺锦丽的首场公开活动 在白宫南草坪接待2023到2024赛季 NCAA的冠军队伍 采访媒体的阵仗比平常副总统活动采访要大得多 贺锦丽露出招牌笑容发表6分钟的简短谈话 其中一分半是关于拜登 贺锦丽向拜登致敬 完全没有提到自己投入选举的事 在贺锦丽宣布争取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后 陆续获得民主党国会议员和州长的支持 前一天声明没有表态 为贺锦丽背书的前众院议长裴洛西 今天在社群平台X帖出她和贺锦丽的合照表示 怀抱着对未来无比自豪和无限乐观 她支持贺锦丽角逐美国总统 有完全的信心贺锦丽可以带领大家赢得11月的选举 目前还不知道拜登什么时候会针对退选发表全国演说 不过拜登的医生表示 她的新冠症状已经完全排除 也继续执行总统职务 至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美国总统川普 在真实社群平台上狂轰拜登一天之后 今天终于开始攻击可能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川普说贺锦丽会是比拜登还要糟的美国总统 截至美国时间星期一下午为止 在将近4000张民主党党代表票当中 有1015张正式投给贺锦丽 贺锦丽要过半数至少1976张党代表票 才能够在第一轮获得正式提名 拜登退选24小时之内 贺锦丽竞选团队已经获得8100万美元的小额捐款 是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目前的最高记录 那么之前川普被定罪是在24小时之内 募得5000万美元 GVV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好那在川普阵营现在有什么对策呢 川普这边是持续的来酸拜登 说他可能一觉醒来之后 还可能忘记自己已经退选了 他还为贺锦丽取了一个新的外号 叫做Key肖锦丽 那么贺锦丽如果真的能够出现的话 其实这场选战也不好打 他过去对移民相较宽容的立场 势必是会被共和党抨击 另外还有就是美国总统 拜登留下的通膨包袱 也都会成为攻击的焦点 至于川普则不可以再拿年纪做文章了 因为贺锦丽现在是59岁 78岁的川普反而是太老了 还真的被川普说中了 这段话说完一天之后 拜登宣布退选 川普立刻在Truth Social发文狂酸 说拜登明天早上起床 一定忘记自己已经退选了 还质疑拜登根本就没有得新冠 一切都是为了从上个月底的辩论惨败中 金蝉脱壳 从头到尾就不适合领导国家 但是现在民主党还有谁能跟川普一战 早在拜登退选之前 川普阵营早就开始攻击 取代呼声最高的副总统贺锦丽 话说的特别难听 从这一刻我们把川普回到白宫 从Croker Joe Biden和Kamala 我叫她笑的Kamala 你一直看她笑的 她是瘋狂的 她在这国内的最大灵状 我们在这国内的最大灵状 还没等民主党重振旗鼓 川普阵营正副手都摆好阵仗来迎战 因为他们不是100% 他们不会改变他们整个 川普团队似乎早就认定 对手只可能是贺锦丽 共和党广告空战 全力开轰 专挑弱点打 贺锦丽的移民宽容立场 一直以来就是川普 号召名气的重要武器 再加上拜登政府 没有处理好的通膨 身为副总统的贺锦丽 当然有自责分 照这样看来 川普对上贺锦丽 依旧稳超胜算吗 倒也未必 贺锦丽除了对妇女票 非白人票有一定的号召力之外 川普其实少了一样重要的实力点 78岁的川普 过去还有资格说拜登老 但是面对59岁的贺锦丽 年纪就变成累赘了 纽约时报更报道 贺锦丽团队准备主打 川普太老 分析还指出 川普的基本盘 无法撼动 但是中间选民可未必 川普或许也很清楚 近来就想办法要撕掉 极端的标签 川普一听到 2025计划 马上撇得一干二净 因为最近这份 极端政治蓝图 在美国引发不小的争议 这份由保守智库 传统基金会提出的 2025计划 提议川普执政之后 要把所有自由派的官僚 都换成川粉 还要扩权让总统全面接掌 司法检掉机关 解散国土安全部 展开大规模驱逐 非法移民 限制堕胎手段 甚至扬言禁止 18禁的内容 要删除 觉醒平权教育 这些内容都是在帮 川普集中权力 贯彻保守派的教条 另外川普不断暗示 要政治复仇 可能会适得其反 激发民主党选民的危机意识 容易打的对手 现在换成贺锦丽 会更好打吗 川普能不能倒吃甘蔗 还很难说 TV全送不到 好 至于川普之前 遭到枪击案 现在也还是持续地 在调查当中 但是外界都把矛头 指向了特勤局 特勤局的局长 齐夺周一 在国会出席听证会的时候 坦诚 这确实就是任务失败 那么齐夺表示 身为美国特勤局长 他会为一切的 维安舒斯负起全责 而这起事件呢 是数十年来 在工作上的最大失败 面对共和党批评说 特勤局有拒绝提供资源 来保护川普 齐夺则强调说 在枪案发生之前 他们就已经为川普 加强维安了 认为前总统的安保层级 早在那场造势之前 就已经有所提升 并且强调 特勤局的任务 非关政治 而是攸关生死 因此大家都是相对的谨慎 好 接下来我们追踪 第一线单元 现场请到要连线的是 TVBS的国际新闻评论员 余文琦 文琦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美国大选方面 尤其民主党这边 副总统贺锦丽 他已经获得足够的 党代表票的支持 可以获得了民主党的提名 但是外界对于他有可能的 外交政策就很好奇了 有外界分析说 他在中国大陆 还有乌克兰 以及伊朗的问题上 会遵循拜登路线 但是如果呢 是在加萨战争 以及对以色列方面 会采取更强硬的态度 就想请教文琦 可以带我们了解 贺锦丽可能的外交路线 还有就是他对两岸政策 有什么看法 是哦 当然贺锦丽不像拜登 在外交事务上 有这么多年的经验 拜登在当参议员的时候 就是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那他当副总统的时候 也做了非常多的外交事务 也包括乌克兰和中国 那贺锦丽呢 他的背景其实是以法务 种族平等和女性平权为主 当然就是说 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时期 也涉入了非常多的外交议题 包括是参加各种国际会议 从APEC 慕尼黑安全会议 北约到东协高峰会等等 所以过去几年的经历 也不算少 那他另外做的特别多的是 移民的问题 虽然移民问题不完全是外交 但是呢 跟内政外交都有关 而且是美国人民 十分关心的议题之一 那我的采测是呢 贺锦丽在加萨中东问题上面 应该会是更同情巴勒斯坦人 因为呢 那他对这个纳坦雅胡 还有以色列会更愿意公开的批评 因为我们知道 拜登是参与了外交事务几十年 他的态度 他的看法 其实也是比较传统 比较就是他的年纪的那一代 但是贺锦丽呢 比较没有包袱 而且他与新生代汉 民主党内比较重视 这个种族平等的人士 其实是比较接近的 所以也比较能够代表年轻一代的想法 至于对台海问题呢 老实说 他的介入 还算不太多 但是他与当时的副总统赖清德 在宏都拉斯见过面 那他与习近平呢 在APEG会议上 其实也见过面 看他过去当参议员时候的投票记录呢 他的立场基本上是 比较传统民主党的外交路线 就是非常支持人权 非常支持民主 他对香港的民主问题 也非常的在意 那对于中国和俄罗斯 是态度强硬的 那他的幕僚呢 目前在这个副总统里面 办公室里面的幕僚 也是传统民主党的精英派 主张是比较多涉入国际事务 所以如果他当总统的话 估计和拜登的路线 不会相差太多 好 谢谢文琪的分析 另外焦点我们要转向的是 AI晶片大厂回答 因为先前说 针对美中晶片禁令 有推出了中国大陆特工版的 H20晶片 不过最近又有投资机构警告说 美国政府可能还会进一步的 禁止H20出售到中国大陆市场 限制可能甚至会扩大到 马来西亚 印尼 泰国 还有等亚洲国家 那想请教文琪 拜登政府为什么频频 在针对晶片又展开更多的限制 而且这个禁令的范围 好像是不断的扩大 当然就是再出晶片禁令 是因为看到一些厂商 用各种各样的方式 是绕过禁令 使得这个禁令 还没有完全有效的 能够抑制中国晶片的发展 据说中国还是有办法从中间人得到先进的灰达晶片 或者是透过微软和谷歌的云科技来获得先进的AI技术 那据说如果这个特别为了中国制造的H20特殊晶片 被禁的话 对灰达会有非常大的伤害 另外可能扩大禁令到其他国家的原因 当然是为了防止这些国家 在间接转手晶片给中国 另外还有一个正在讨论的一个新的禁令 就是包括可能会给美国政府新的权限 就是只要任何生产的科技产物 是使用一定程度美国智慧财产来制造的 美国政府都可以要求要禁止出口 到一些特定的国家 这个叫做Foreign Direct Product Rule 将会开启另外一个出口禁令的新领域 这会影响到包括荷兰的ASML 还有日本的Tokyo Electron的生意 因为中国公司将没有办法购买 他们的一些机器和设备 那听说ASML上半季度的营收 一半是来自中国的 因此如果这个新的禁令发布之后 对ASML批定会有很大的影响 现在看起来是禁令越来越多 而且是越来越严 到底有没有效呢 今天听一位朋友是在中国科技公司工作的 说的确是有影响到中国科技公司 取得先进晶片的这个容易度 但是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禁止 那当然就是要看中国现在是否能够赶上 晶片设计和制造的这个脚步 那有人说呢中国晶片的这个程度呢 大概是落后美国大概两年到十年之间 那不管怎么样川普政府或者是贺锦丽政府 都势必在这方面能够会更加码来禁止 先进晶片的出口 好我们要谢谢TVBS的国际新闻评论员余文奇 从美国大选的贺锦丽可能潜在外交路线 还有晶片禁令都带来深度分析 谢谢文奇 谢谢 好接下来我们带您将焦点转向在财经上 要关注到的是现在就在进行的是 美股财报季了 晶片融同挥打股价反弹上涨了超过4.7% 周一也带领了科技股出现一波涨势 美股主要指数表现亮眼 不过看到财报季还有央行政策 依然就是华尔街最专注的焦点 美国的科技巨头财报周即将登场 像是特斯拉还有Google的母公司Alphabet 将在周二公布第二季的业绩 而在公布成绩单之前 两家科技龙头的股价都是上扬的 Alphabet上涨2.26% 那么特斯拉则是弹升超过5.15% 那么回答则是因为传出 针对中国大陆研发的特工版的晶片 B20可能可以暂时的符合出口管制规定 有上涨4.7%了作收 但是外界担心说AI已经被过度炒作 AI股票估值过高 可能会造成泡沫化 回答可能会成为下一个甲骨文 SK集团的主席崔泰元就警告了 如果AI技术无法保证足够的盈利能力的话 回答有可能会在未来几年内 就迅速的失去主导地位 另外我们带您看到在日本这里的半导体发展 尤其在九州又被称为是日本系岛 随着台积电到雄本设厂之后呼声更高 有不少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都已经跟着进驻 其中台厂加登选址福岗作为海外首厂 日估明年度会可以量产 那其他的半导体供应链也已经在去年的时候就进驻雄本 台积电到雄本设厂 现在还拍板要盖第二座 当然台湾的半导体供应链也要跟随神山的脚步 我们现在在的地方就是福岡的九流米市 而这里是台厂加登精密海外首厂 三间坪超大场地 预估今年开始动工 加登选福岗九流米新建厂房 董事长邱明前说 除了因为美系客户要求一定要在两岸境外设厂 避免供应链中断 九流米土地成本较低 距离台积电雄本厂也只有一个小时车程 相当于台北到新竹距离 加登之所以会选择福岗的话 第一个就是雄本在台积电设厂之后的话 其实就面临了土地炒作的问题 土地成本的考量之下的话 其实选择福岗就变得相对的合理很多 赤资九亿日元相当于新台币1.89亿 将以前开式晶圆传送和 及紫外光光照传送和生产为主 明年底前就能量产 跟着神山脚步走 台积电最大客户半导体检测大厂宏康 去年在雄本设立日本第二实验室 今年还要扩展明古屋和雄本实验室检测设备 也规划在北海道设第三实验室 明远雄本布局将在今年中运作 重月去年8月设立雄本营业所 提供半导体相关材料设备 汉名雄本据典也在今年4月启用 特别是在美国总统的一个大选 由于未来的川普孤身目前是高的 当然也可能使得未来在美国的设厂 当然未来也会使相关的考验是比较大 外传台积电考虑将在日本设立第三场 可能选址熊本或福岡仍存在变数 但可以确认的是日本九州是半导体业重要集聚地 奖礼拼九州细导复兴 TBS新闻中文章会先日本福岡报道 南韩现在面临少子化和高龄化 其中釜山市在全南韩11个广域市中 首次被列入道市灭亡危险地区的等级 那么釜山市也紧急要祭出对策 除了要加强应对低出生率还有超高龄化之外 也有青年人口流失的问题 而在全南韩也看到躺平族越来越多 南韩雇佣情报院最近发布报告 釜山市在全南韩11个广域市中 首次被列入灭亡危险地区 按照这份报告的标准 灭亡危险指数在1.5以上的话 是低危险地区 1到1.5是普通地区 0.2到0.5是危险地区 0.2以下是高危险地区 釜山引导区是0.256 在全南韩的灭亡危险指数排名第一 令人惊讶的是 釜山代表性市中心的海云台区 也被列入灭亡危险地区 釜山329万人口当中 65岁以上人口占23% 是广域市当中 唯一进入超高龄社会的地区 这份报告敲响人口警钟 釜山市紧急推出计划 加强应对低出生率和超高龄化 特别是针对青年人口减少的政策 釜山有青年人口流失问题 至于全南韩面临的难题是 躺平青年再次增加 今年五月求时活动休息的青年 比一年前增加了一万三千名 达到了三十九万八千名 在五月份的统计中 创下史上第二多 南韩统计厅将没有家务育儿或疾病等重大因素再生 纯粹休息的非经济活动人口 分裂为休息族群 其实最根本原因就是 他们没有找到喜欢的工作 一部分躺平青年没有外出工作 而是自愿不拿薪水帮忙家里做生意 南韩统计厅资料显示 截至今年五月 十五到十九岁的家庭从业青年人口 达到三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名 同比增长约三千八百名 南韩政府先前投入一兆韩元 约台币255亿预算 鼓励躺平青年 重回劳动市场成效不张 青年躺平久了 求持欲望减弱 长期恐怕影响国力发展 TBS新闻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有很多地方都因为暴雨量灾 结果洪水都还没完 现在看到的是巴比伦 还有凯米台风要紧接而来 尤其在巴比伦台风 已经登陆在海南的万宁 风墙宇宙 还有部分地区出现灾情 接下来预计凯米台风 是登陆台湾之后 会横扫中国大陆东南部沿海 因此从上海浙江到福建 都必须严加戒备 列车原地停留两三分钟 想下车的乘客也动弹不得 今年中国大陆许多省市跟水很有缘 目前仍暴雨不断的山东省海洋市 这辆乡型车竟然连人带车 被湍急的水流冲走 幸好卡在围墙边没闹出人命 结果大陆各地洪涝还没停 又得面临双台 可能造成的后续灾害 今年第四号台风 巴比伦 二十二号凌晨一点半左右 在大陆海南省万宁市沿海登陆 已经在华南地区带来狂风暴雨 不少路数被连根拔起 酿成部分灾情 紧接着第三号台风 凯米预计在登陆台湾后 二十五号夜间到二十六号清晨 将登陆福建沿海一带 大陆气象台警告 强度恐直逼台风级或超强台风等级 二十五号台湾岛强风雨天气持续 同时呢 隔美对于浙江福建等地的风雨影响 也是正式展开 多地都将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出现 局地特大暴雨 抢在凯米台风来袭前 浙江宁坡赶紧撤离 榆山岛上七百八十八名游客 大陆国家海洋预报台警告 东海台湾海峡可能出现 九米以上巨浪 已发布海浪和风暴红色预警 从上海浙江到福建沿海 都必须高度戒备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好 早点转回到台湾 看到是中台凯米 在今天上午八点钟的时候 中心位置虽然还距离 俄伦比东南东方四百九十公里 但是在屏东沿海一带呢 已经看到绷景神经 那现场的房台工作做得如何呢 就要连线记者何一信 带我们来见 好的 可以看到目前呢 屏东地区呢 上午是艳阳高照 不过呢 却在路边发现出现了 一滩的严重积水 而这个积水呢 最深的地方来到脚踝 而且呢 还占据了四分之一的马路 可以看得到呢 汽机车呢 在经过的时候得挤在一起 看起来呢 相当的危险 不过呢 其实不用担心 这跟目前呢 中台凯米台风呢 没有任何的关系 而这个地点呢 就在屏东东港的转运站附近 原来呢 这是遇到了目前呢 这一波的这个天文大潮 从这一个月的20号到24号呢 只要是涨潮时间 屏东的东港镇呢 有许多的路段都会出现 这样子海水从水沟盖倒灌 出来路面的情况 因此呢 就连路边的这个大排水沟 都可以看得到整个水呢 几乎快跟路边一样的平行 不过还好呢 这一波的这一个涨潮呢 大概在23 24 也就是这两天呢 整个影响会逐渐的消退 而根据了解呢 目前中台凯米呢 他今天上午8点的位置 还在尔卵比东南东方 490公里的位置 而他七级风的这个暴风半徑呢 180公里 其实呢 对于目前西南沿岸呢 还不至于会有影响 不过呢 还好在整个 这个大潮的影响呢 会在这两天就会消退 因此在明天下午中午过后 在整个风雨影响 这个西南部最严重的时候呢 事实上已经比较没有这个大潮的影响 不过呢 这个当地的居民呢 仍然呢得小心这个海水倒灌的问题 毕竟呢 这个风雨 这个中台台风 一带来外围环流呢 还是有可能会造成 这个市区道路出现积淹水的情形 所以呢 也就由这一次的这个凯米 也就这一次的大潮呢 让当地的民众提前有患意识 以上是我们所找到的情况 主播 好 令人期待的四年一度的巴黎奥运 即将在周末的时候开幕 那目前在巴黎这边 警方已经开始进空赛纳和周边了 就是为了要维护奥运的安全 因此呢 巴黎警方这一次 也总计动员四万五千名的警力 另外 北韩是时隔八年在参加奥运 十六名选手都已经出发了 还有正在战火中的乌克兰 也有派出了一百四十人的团队参赛 总长四十公尺的超长滑艇 上面坐满二十四个人 一起划船 传递圣火 只是世界上最长的滑艇 也是奥运圣火传递的一部分 去年十月在黎巴嫩 遭到以色列抛袭的法新社记者 坐着轮椅参加火炬传递 另外赛纳河周边开始进空 警方驾起铁丝网和警戒线 附近餐厅空无一人 当地居民进出要扫码证明 巴黎即将在奥运期间 动员四点五万名警力围安 还有另一万名机动队伍 巴黎警方出动警犬 在赛纳河加强巡逻 北韩时隔八年再次参加奥运 16名选手出发前往巴黎 另外还在战火中的乌克兰选手 今年只派140人参赛 是历年来人数最少的一次 这名乌克兰跳高女神 在出战巴黎奥运前 就率先打破了世界纪录 对他来说奥运已经不是个人的战役 而是为战火中的乌克兰争取荣誉 体育变新闻中和报道 当然很受外界关注的 还有这是各国代表团的服装了 可以看到这一次的中国代表团 他们也曝光了特别的行李箱设计 这个灵感是来自于兵马俑 包含盾牌还有将军领结战车的轮子 都融入了行李箱的视觉当中 有着穿铠甲出征铠旋的寓意 另外法国政府传出要紧急回收 一批奥运儿童水壶 这是因为当中验出超标的双分A 有安全疑虑 以红色黑色为主色调 这个行李箱的设计源自兵马俑 箱体外壳是兵马俑鱼领甲 上方装饰着将军俑同款的领结 还有拉链是盾牌造型 以及有凸起感的金色轮子 参考自秦始狂林中青铜战车的轮毂 成为巴黎奥运中国代表队的出征行囊 能感觉给运动员带来好运气 能让他给他更好的保护 所以说我们就最后想到了这个铠甲 也是预议着我们国家的体育代表团 也是我们的英雄 这款行李箱由一家杭州企业设计 历经一年半确定造型打样 而且命名为英勇 更有出战国际赛事凯旋的寓意 而随着巴黎奥运倒数 这家北京的奥运纪念品店 5月底上架吉祥物以来 明显感受到销售热度增温 刚开始上架的时候呢 我们每天的销售额大概在2000块钱左右 目前呢 就是说随着法国巴黎奥运会的临近呢 我们每天的销售额大概在11000左右 就在奥运纪念品热销之际 却传出有安全疑虑 这款黄白搭配五环logo的奥运儿童纪念水壶 是法国百年玩具品牌 特地为这次巴黎奥运设计 先前已在奥运官网公开贩售 现在无法购买 因为水壶被验出 含有过量的双分A 会影响人体的荷尔蒙 导致乳癌不孕症等健康问题 早已被法国禁用 因此法国政府紧急回收这项奥运纪念品 TV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要带您掌握的是东南亚动态 泰国的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普探透露 一万株的数位钱包 一共有160万又4000家的商家 有资格参与 将在下个月的时候开放进行身份验证 与此同时一共有18类的产品 是不可以参与该项目的 泰国国家旅游局扩大税收刺激措施 下半年持续刺激旅游业 推动实现55个值得易游城市 3600亿泰铢收入目标 越南加入竞争抢占中国市场 撼动数百亿泰铢的泰国香水椰子产业 那么业者呼吁共同维护泰国香水椰子的质量 严厉打击冒充乐匹 获得地理标志GI认证的椰子加工出口品行为 南海主权争议频传 中国的海警船近年出没在南康暗沙与北康暗沙 大马民间曾经插起其中的穷台交来宣示主权 但是有中国的海雕客在附近的海域称 回到祖国土地 再次让这一片珊瑚礁海域受到威胁 印度南部的克勒拉邦出现了利百病毒的病例 有一名14岁的男童感染200多名的接触者正在接受观察 当地是进入了警戒状态 利百病毒的临床症状已流感类似 严重的人可能会导致脑炎 24到48小时就会进展至昏迷 以上的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给您 五天四夜的汉光演习正式展开了 那么在今天凌晨 宪兵指挥部在华翠桥实施了 桥梁检管及错假讯息处置的演练 这是关于什么样的任务呢 想请马起记者蓝婷英带我们了解 拿着枪纯副武装 好几名官兵在桥下与警方一同模拟各式各样的情境 像是蓝简行精民众 甚至是面对开车硬床的驾驶 该如何因应作为进行演习 国军汉光演习在22号开始 实施五天四夜的时兵验证科目 宪兵指挥部的官兵在兼凌晨到台北万华 华翠桥实施桥梁检管 即错假讯息处置的演练 官兵与地方警令民防组织 模拟战争时民众受到认知作战影响 还有强行过桥官兵的反应作为 不过今年国防部特别要求 无剧本实战化 因此没有特地安排扮演另一方的人马 这个演习过程呈现部队对着空气大海 开枪射击压制的情况 中国大陆近年来一直很积极的 在发展无人飞行器的技术 那么现在又有科研团队 研发出一款标榜重量只有4.21克的 太阳能微型无人机 那么比A4只折成的纸飞机都还要轻 靠着自然光便能作为上升驱动力 缓缓起飞 大陆科研团队以梳头脱下毛衣时 会产生的静电为灵感 研发出只有4.21克 比A4只直成的飞机还要轻 跟手掌差不多大的太阳能微型无人机 它是遵循了一个同性相赤 异性相吸的原则 相邻的两个电极片 其实带有的电荷是完全相反的 所以在中间运动的电极片 会被它右侧的电极片所排斥 被左侧的电极片吸引 最终形成一个生理 带动整个装置 也就是电池 电路 电机和螺旋桨本身 整个飞行器起飞 无人机越小 收集阳光的面积就越小 导致能量有限 团队开发的静电电机可连续运转 能量转换效率比传统电磁马达多十倍 而且尺寸不断压缩后 螺旋桨比铜板直径还小巧 这款微型无人机 克服了电池重量和续航力瓶颈 可实现长时间飞行 未来可用于捕捉影像 探测 甚至在密闭空间中运输物品 我们希望能够不断的减小则尺寸 达到一个极限尺寸 未来可以把这种微型飞行器 应用于我们的勘探搜救的活动当中 这项研究成果已在国际学术期刊 自然上发表 让大陆的无人机研发进展 再下一程 TV北新闻综合报道 好 最近美国大选的动态 一直牵连着台股的走势 可以看到美国总统拜登 宣布退选之后 周一美股止跌 而四大指数收涨 那么在今天台股也是翻红 以22514点开出 高点有突破到22760点 上涨超过500点 户国神山台积电 也有超过30元的涨幅 不过专家就提醒了 没选前两个月 股市会比较波动 所以投资人也要多多小心 投资人欢欣鼓舞 美股周一终于止跌回升 四大指数收红 科技类股大幅走高 台积电ADR有2.16%涨幅 辉达涨4.76% 特斯拉涨5.15% 而艾斯莫尔也有5.13%涨幅 科技财报T类股增添 成长动能 只不过美中科技战再升温 白宫传出有意扩大 辉达AI晶片销路管制 连现行降规版的H20晶片都不准卖 接下来要在大陆推出的新B20晶片 能否顺利上架增填变数 连带周二台股也翻红 周二台股表现相当强劲 开盘是以22514点开出 最高点我们可以看到 是来到22762点 涨幅超过500点 台积电以963元开出 盘中最高970元 涨幅达31块 而回答创办人黄仁勋 日前传出到台积电拜访时 要求台积电在场外 盖COAS专线给回答使用 遭到台积电婉拒 纵观整体半导体族群都回神 连电今天涨0.8% 连发科有25块的涨幅 日月光涨5.79% 摊开大盘指数来看 高点在于川普中枪前 冲破24400点 低点灌破22200点 差距有2200点之多 修正幅度大约四成 而分析师也提醒 根据过去的经验来看 每选前两个月 股市会比较震荡 而且多是下跌趋势 如果担心波动的幅度太大 可以等选举结果确定之后 再进场 体育的新闻 杨水明杰台北上报道 现在很多超级网红 他们带货能力很惊人 而且他们也是广告商的最爱 分析券指出 六成以上的Z世代 都愿意买单这样的网红经济 美国知名咖啡连锁 抢在夏天来袭前 推出有台湾味的包包猪饮料 立刻掀起话题热潮 期待晚就不断下滑的买气 对新世代来说 这就是最好的商品广告 社群平台上讨论就想入手 网红试用后就会想买 安侯建业就调查 亚太14个国家的Z世代 发现超过六成以上的人 信赖社交媒体购物模式 也因此创造大笔的 社交媒体行销商机 这种透过社群媒体的行销方式 通常关键就是网红的推波助澜 以往找明星代言 现在找来网红带货成效更好 粉丝五万的奈米网红 一则贴文可能只能赚十块美金 但如果是有千万粉丝的超级网红 一则贴文或是影音 至少上万美元起跳 这样的上机也让全球 有超过五千万的人口 都是靠生产网路内容作为职业 而且预计五年内 还会成长一到两成 但要当职业网红 也不像想象中那么容易 尽管商机 但在人人都能生产内容 随时都有素人爆红的时代 不只是网红兢兢业业 对广告商来说 也是随时紧定网路潮流 以往的公关以及广告模式 已经被打破 随时随地根据网路动向 不断调整行销策略 才能为品牌以及产品 创造出最大的价值 TVN新闻综合报答 来看到这难得的一幕 是两大男神梁朝伟跟彭于燕 罕见的在广告中同框了 当你抵达成功 会以身处巅峰 是否还有担心 颁奖典礼现场没看错 两大男神梁于燕梁朝伟 居然惊喜同框 场景一换 两人换上正装 在屋顶上分时 宛如电影不可能的任务 拍摄现场 其实是为了拍微电影广告 短短一分钟 用两人在演艺事业上的成就 去带出故事 但其实他们并没有 在电影合体过 唯独去年4月日本樱花季 彭于燕和梁朝伟夫妇 在当地遇到拍下合照 而收到彭于燕近期作品 今年目前为止 唯一一部电影就是狗症 十年前因犯罪入狱 刑满中于获释 却发现家乡人事物全变了 和彭于燕相依为命的 就只剩下一只狗狗 作品率先在大陆上映 近期宣布8月底 英国也能看到 其实先前就曾入选 第17届 砍成音阵 一种注目单元 最终还获得这家影片 国际棚的名号 当之无愧 这位宣传媒 这么去踏不到 两盘乌拉鱼炒饭 要多少钱呢 民众去用餐 结果在宜兰投城 这家餐厅 一结账是1240 真的是吓坏了 一讲才知道 多算1000块 到海鲜餐厅 饱餐一顿 十几道料理 洋洋洒洒 写满账单 但这金额好像有点高 瞄一眼 两份乌拉鱼炒饭 竟然要价1240元 一盘乌拉鱼炒饭 大约是四小碗的量 日前民众到宜兰投城 一间海鲜餐厅用餐 点了一整桌菜 其中就包括两份乌拉鱼炒饭 明明菜单上 清楚标示一盘120元 怎么账单上点两盘 要1240元 柜台结账店员也没发现 直到要离开前 越想越不对 核对后发现 被多收了1000块 客人流量比较多 所以我们点菜人员 他在点菜的时候 可能写得比较急一点 他写错了 然后我们柜台人员 在结账的时候也没有发现 所以导致我们多跟客人 收了1000块钱 客人向店家反映算错钱 而且原本七瓶饮料500块 也改掉变成440块 不仅让顾客质疑 如果没有仔细检查 是不是就变原大头 饮料部分可能是算的时候算错 可能多了一瓶的价钱 价钱不一样的 还有塔箱蛤蜊 菜单写200元 结账却是300元 店家解释因为是野生蛤蜊 要算实价 他蹭完的时候 你就要跟他确定说 是多少价钱这样 那业者也要跟消费者讲清楚 就双方都确定了 合议了之后 再去捧煮 吃一顿饭 账单接连发生问题 虽然多收的钱 店家当下就退还给客人 但恐怕已经影响永禅心情 TBS新闻解答程 蔡新宇宜 采访报道 开密台风预计会影响我们的范围 包含北以花冬 那么台东的铁花灯之际 如何做防台准备呢 连线记者蔡新宇 屋顶上的太空人慢慢往后躺 没几分钟的时间 就已经完全消风 开密台风持续靠近台湾 各地纷纷进行防台准备 台东县府从7月初到9月底 举办铁花灯执迹活动 最吸引人的就是入口处的 月球造型灯饰 昨天已经可以明显感受强风 轻飘飘地充气月球 虽然又固定在地面上 大风一吹还是剧烈左摇右晃 厂商跟民众一起挤压月球泄气 还有太空人造型的灯饰 也必须暂时拿下来 应该这辈子很难得 有机会压月亮 对 有没有绝号 还OK 昨晚深夜气象署 已经发布海上警报 最快今天中午 就会发布陆警 影响越来越大 民众得提高警觉 先做好防台准备